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灵溪,那么欢迎大家回到我的课堂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来开始第四章的讲究 那么第四章呢,我们就要讲一下电子支付了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支付和支付系统 那么我们知道人类社会从最开始的原始社会到发展到现在 从支付的角度来讲,我们经历了几个主要的阶段 首先呢,我们看啊,在原始社会呢 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经济发展还很缓慢 基本上没有多少剩余的价值 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们的这种交换呢,是以物一物的方式 就是说,小时候我妈老说我,对吧,叫做五马换六羊 什么概念呢?哎,就是我需要什么 那么我就拿我有的东西换,对吧 那么就是以物一物,对吧 这就是说,拿一样东西来换一样,另一样东西 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个原始社会进入了这种自然经济 就是能工社会以后,那么由于人类定居下来之后呢 就会慢慢的产生了一些相应的剩余物质 那么这种物质就是说,我以前只能够我维持生存 但是现在我生存之后,我又有东西剩下来 那么剩下来之后呢,我们说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 那么不同的人,由于干着不同的工作 那么这时候他剩的东西就不一样 那么这时候如果还是以这种以物一物的方式来进行呢 就有很多不便 第一个呢,我东西没法老带着 而且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来储存的 第二呢,互相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定价也是个问题 这时候我们说人类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 我们说就是货币 那么货币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 其实有很多人在讲 比如说货币简史,感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眼 那么其实整个人类货币的出现呢 其实他最终最早的这个概念 为什么能出现货币 他其实就是基于信用 就是说,我是相信你,我才相信你的货币 比如说我相信这个国王,那我相信你发现的货币 当然,这时候为了什么东西来承载这个货币 什么东西作为货币合适 那么这时候我们说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方式 对吧,比如说我们最早的这种贝币 后来出现了这种金币或者是金属币 对吧,因为金属是天生适合作为这种一般等价物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第一,它有价值 贵金属或者是这种重要的金属,它有价值 第二呢,这个金属它是可以进行分割的 比如说我作为货币,我得能分割啊 对吧,我不能说不能分割 我就一块金子,那不行,对吧 我得把它分成一两,二两,三两 这样是我可以方便进行交换 那么随着自然之间的发展 我们说到了这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 那么社会化,社会生产力积在的增加 那么这时候我们东西很多 那么货币在这也不方便 而且出现了很多这种新的形式 那么我们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更好的东西 这个银行 那么出现银行之后,慢慢的就会出现一种信用支付 那么这个信用支付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 其实我们后来在讲信用卡的时候会说到 慢慢慢慢的才出现了信用支付 那么信用支付 就是说我可以不用钱 我只要签个单或者是寄个账就可以 那么这就是信用支付 那么到了现在 我们说人类进入这个信息社会 随着计算机追速的发展 这个电子产品越来越多 互联网的存在等等 使用我们出现的这种电子支付 那么这种电子支付 其实后面有我们还讲 还有分成几种 电子支付并不等于 我们现在的微信或者支付网 电子支付和网络支付 还是有一点点差异的 所以说呢 整个社会的这个演变方式 它是不断的往下来进行的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看 什么是支付 什么是支付系统 那么我们先看 什么叫支付呢 其实现在支付的是个专有名词 叫payment 那么什么叫payment呢 我们说就是付出 或者是付给的意思 那么大多数情况 我们指的是付款 那么主要呢 我们说它是在社会的经济交流活动当中 所引起的这种货币债权 债务的这种转移的过程 那么我们看正确的定义是什么呢 正确的定义支付 那么是为了清偿经济行为人之间 由于商品交换和劳务交换 引起的这种债权债务的关系 从而将资金从付款人的账户 转移到收款人账户的过程 这个大家知道 这是从中文上来讲 那么从英文上讲payment 就是一个transfer 它是个转变的过程 所以说支付一定是一种过程 它是个转变的过程 那么它是把一定的value 这个value 其实说的是货币也可以 或者是货币等同的这种价值也可以 from one party to another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为什么要这么转换呢 它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支付 为什么要进行这个钱款的转换 它其实目的是为了什么 the provision of goods 就是这种货物 或者是service 或者是劳务 所引起的这种债权 债务之间的管 这种 这种关系的转变 或者fulfill of a legal obligation 就是说这种 法律的义务 那么这种支付 其实可能比如说 法律义务 比如说这种 应该负的责任 那这种是也要做的 所以这是支付的概念 有payment 然后呢就是支付系统 那么什么叫支付系统 那么支付系统 其实我们简单的理解 就很容易理解 对吧 支付系统 就是为了保证 我的支付能完成的 所建立的一整套系统 那这种系统 可以是各种各样的系统 对吧 那么说这时候可以 我们说可以这种说法 就是说啊 这是一种说法啊 大家说 所以说从简单的 或者是从根本上来说 支付系统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为了保证我的支付 能够顺利的进行 的一种系统就可以 什么都可以 对吧 那么我们说 哎 比如说以前的这种 这种 这种就是货币系统啊 发行的硬币 那么现在的这种银行卡系统 那么包括未来 我们是可能要用的 这种区块链系统 它都是可以作为支付系统存在的 所以说什么是支付系统呢 哎 就是提供支付清算的中介机构 和实现指令转移 及资金清算的专业技术手段 共同组成的一种 这种实现债权债务清偿 以及资金转移的这种金融的这种处理系统 就叫做清算系统啊 所以说它是一个system 就是它是个系统啊 用来这种settle financial transactions 那么settle什么概念呢 哎 这个settle其实在金融当中 说的意思就是什么 清算 就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要想完成最终的这种货币的价值的转换 其实是要进行清算的 那么在以前误误结算或者是这种现金结算的时候 可能这种转换这种清算还不明显 但是随着我们信用方式的这种出现 它就变得很明显 对吧 你说我哎 比方说你老去人家去一个饭店吃饭 那么你可以签单可以欠账 对吧 那么欠账欠账欠账 你签了很多账 那么你月底或者年底总要结账 对不对 那么这个结账 我们说就是settle 所以说呢 不管是你出现了 只要出现了信用支付 就是说信用支付什么概念 就是说 我不是当场支付的 我是靠我的信用来延期支付的 只要是延期支付 一定会出现settle这个词 就是说一定要出现这个清算这个概念 所以说我们说这就是一大堆的这个 为了完成这个目的 对吧 那么目的之后呢 它有一些institute的机构啊 对吧 机构 people rules procedures 包括流程 包括标准 包括技术 等等 这一套的东西啊 它的目的是make exchange possible 就是使这种交换成为可能的这个系统 我们就称之为支付系统 所以说支付系统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支付系统 其实就是为了保证支付完成的这么一种系统 它可以是各种各样 你可以是电子的 你也可以是非电子的 你可以是物理的 你也可以是虚拟的 都可以啊 只要是能保证这种支付 就可以叫做支付系统 那么支付系统呢 其实在我们现金社会来中 其实分两个大的层次啊 可能我们平常接触的只有这个下层层次啊 就是我们去办卡呀 或者是存钱啊 取钱啊 办存折啊 那么这些东西呢 其实它都是一种下层系统 那么主要的是这种商业银行面对的这种客户 就是我们这种消费者了 对吧 那么我们不管是存钱还是取钱 那其实我们都是他客户 那么这是一个银行和我们客户之间的这种关系 包括企业也是一样啊 那么这都是下层的 那么再往上之间 就是说上层的系统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说 它是一种中央银行啊 就是央行 我们经常说的央行下调保证金什么那样 其中这种词 对吧 那么央行就是国家这种银行 那么中央银行 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其实说 它是为各个商业银行来提供清算服务的 我们之间的 人和人之间的清算可以通过银行来完成 但是银行银行之间的清算 他们之间得有一个都信任 或者都遵循它的规则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 它就是中央银行 那么中央银行 所以说 它要保证我各个商业银行之间 他们的清算 这是一方面 同时我还要 因为一般的央行 什么叫央行 中央银行 它都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国家的这种机构 是靠国家公信力来维持的 所以说 它要保证我们国家的宏观的货币政策 然后维护这个金融的稳定和市场等等 并且央行也是作为宏观调控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为什么叫下调保证金 下调利率 这都是央行发布的 那么它是根据一个国家 目前我们的经济状况来决定 我采取什么样的这个经济政策 我们是紧缩银根还是放开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上层系统是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这么一个活动 大家知道 所以说我们日常来说分成上层和下层 我们日常生活都是最最下层系统 那么上层系统其实是国家和各个商业银行之间的行为 是这样 那么我们下面看看呢 传统的支付工具都有哪一些 那么传统的工具 最最最最最 比我们所熟知的就是现金对吧 现金支付就是最常见的支付 对吧 虽然说现在在中国 其实我们的现金支付已经很少了 对不对 但是对于大多数来讲 我们以前更没接受的就是现金支付 那么现金支付它的好处是什么 秘名 对吧 秘名性这点其实很重要 但是现在我们就没有秘名性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使用微信支付宝来付钱 其实是没有秘名性的 因为你说你的账户是给你的人是绑定的 而现金是不一样的吧 我拿一百块钱现金 我在路边买了一个冰棍 没有人知道这一百块钱现金是我的 对吧 所以说现金是有秘名性的 然后现金比较分散灵活 而且简单 对吧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是我们中国人以前所信奉的最简单的一个原子 对吧 我们做生意讲究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是最最常见的一个事 而且现金的好处是即时性 只要交易发生 货币就可以当时进行转换 直接就在当时完成这种交易 对吧 我们说这是现金的优点 缺点也有啊 对吧 为什么我现在不用现金呢 因为缺点很严重 第一个 是有时间空间的限制 对吧 对吧 你比如说我现在要买一样东西 虽然我们经常是在网购 对不对 特别是现在疫情期间 我们没有办法出去 或者很方便的出去买菜啊 或者买东西 对吧 我们说昨天是女王节 对吧 你要买个礼物送给人 那么 现在你不能出门 那怎么办呢 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你拿现金 你也支付不了 对吧 你没有 如果你不在这个时间点 到你要去买东西 那个地方去 这个空间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 用现金来完成支付 这是很正常的 对吧 第二个 携带不变 那么如果说 怎么携带不变 钱嘛 怎么会带不变 那么我们想一想啊 大家回想一下 前几年比较火电 有什么西红柿首付 对吧 那么西红柿首付 我们想想当他见到了十亿的现金堆在房间里 是那么大一房间的现金 他怎么带走 他带不走 他用卡车装 对不对 包括以前也是一样 以前现金 皇帝赏你 黄金万两 大家想想万两黄金 你带得走吗 你带不走 一万两是多少 对吧 十两是一斤 一万两是多少 对吧 是一千斤 一千斤就是什么 五百公斤 你带得走吗 你带不走 所以说现金是很麻烦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无法核实身份 对吧 我们说无法核实身份 这个我们说命运性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 对吧 我们说很多的腐败的东西呢 其实根源于现金 对不对 你会存很多钱 那么我这时候拿现金去买东西 我没有办法查证你 那么当我们现在没有出 我们在最最开始讲过 对吧 我们现在是一个无现金的社会 对吧 我们所有的购买活动 都是通过网上进行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需要很多时间去查这种腐败 就已经遏制了腐败 为什么 你贪再多的钱 你没有办法去花 因为你花一笔钱 我就知道你花了一笔钱 如果你本身一个打作为 你打作为高官 对吧 你没问题 你的年收入打个比方 你是十万 那可以吧 那么你如果花到很多 那么我可以迟迟查证你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当你的这种 这种经济活动 已经所有活动都被记录的话 那么腐败自然就不存在 所以说这种现金支付 有其优点 也有其缺点 那什么 它一直没有被替代 是因为我们第一 没有合适的技术手段 第二呢 我们说 是因为整个社会人的这种素质 或者是这种思想 还没有达到 我可以不依赖现金的地方 这是现金支付 第二个就是票据支付 那么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 我们接触的票据是比较少的 特别是如果你没有 在一个大的单位工作 你没有去做采购或者做财务 基本上你很少会接触到票据 那么票据 我们说一共分成几种呢 从大的方向来讲 其实我们分成三种 一个是汇票 一个是本票 还有一个是支票 可能汇票和本票 知道的少一点 那么支票可能大多数人还听说过 对吧 我们经常说给谁签个支票 这个大多数人还听说过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什么叫汇票 什么叫支票 什么叫本票 那么什么是汇票 汇票就是出票人 委托他人 于到期日 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 给收款人的票据 这是汇票 汇票一定是出票人 还有还有这个收款人 并且于到期日 所以说汇票 它是有三方的 而且是有期限的 那么本票是什么概念 是指出票人自己 于到期日 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 给收票人的票据 所以说本票有两个 那么支票呢 支票是出票人 委托银行 或者其他法定金融机构 在建票时 无条件支付 受一定金额 给收款人的这种文书 所以说支票也是三个人 我们下面看一看 这个汇票 本票和支票 我们先来看汇票 汇票呢 其实分成两种汇票 一个是银行汇票 一个叫做商业汇票 那么在银行汇票 其实很简单 文乡汇票指的就是 银行出具的汇票 它叫银行汇票 那么商业汇票 其实就是 个人或者企业出具的汇票 那么对于商业汇票来讲 又分成两种 一种是银行成对的 一种是商业成对的 区别就在于呢 银行成对汇票 是由银行来付款的 而商业成对汇票 是由个人或者企业 来汇款的 那么使用汇票的时候呢 一般是这样的啊 我们生意谈好了 我们签个协议 定个合同 但是有些时候呢 我们说 我们不直接结账啊 那么这时候呢 可能我钱不凑手 或者有其他问题 或者我就不愿意当时结账 那么这时候 我就可以给你签一个汇票 那么如果不结账的话 就有问题 对啊 有人说 光是口头这么一说 签了个合同 你不给点东西 我们这边觉得不合适啊 那么这时候 我说行吧 给你一张汇票啊 那么这个就是 签发一个汇票 比如说 我们今年 三月八号签了个合同 对吧 我说这个钱吧 我现在不给你 我说我先手头不太不太方便 我带个钱 比如说我 呃 六月八号给你吧 三个月之内付给你 那我说你这么光说不合适吧 那给你签个汇票吧 哎 写个汇票 这个钱啊 三六月八号付你啊 那么这就是汇票 然后汇票呢 到了日期 哎 到了六月八号 你就可以拿着这个汇票 比如说 我是银行成队的 你就到银行去 换成钱就可以了 哎 那么问题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 就说 在使用汇票的时候 哎 银行我为什么要给你干这个事啊 我为什么把你做这个事啊 因为要有手续费啊 那么是时候呢 要收一定的手续费 那么手续费是多少呢 我们说一般是千分之五啊 那么这个手续费 那各种情况下 可能有点不同啊 但是一本上是这个价 那么它主要适用于同城 或者异地这种结算啊 当然同城没有问题啊 那异地也是可以的 那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 我为什么要用汇票呢 哎 这个汇票就是说 对于卖方来讲啊 那么卖方来讲很简单呀 对吧 我 我虽然干什么 对吧 我虽然没有马上收到钱 对吧 但是我应该能收到钱 因为有个汇票吧 对吧 所以说呢 哎 我可以提高我的这种 哎 这种销售额 因为我多卖的东西了 对吧 能多卖东西呢 我就可以一种比较好 但是说 它是种远期付款 就说我 如果空口白牙的 我还不信 那么说 因为我提供了一种方式 这样是大家都好 那么对于买方来讲呢 我也很合适啊 对不对 我买了东西了 对吧 而且我不用马上付钱 这个这种付钱和信用卡不一样 那我说我可以刷卡 对吧 但是刷卡我们知道 刷卡 最长的刷卡期限是50天 对吧 就是你账单之后刷 哎 到刚过账单日刷 其实是在再下一个月的账 出单日 再出 一般是 比如10号 你的账单日 你11号刷 对不对 那么其实在下一个 这个付款期间的时候 你这个会有50天的这种 叫做这个不用付款的期限 啊 那么这种情况当然是可以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这种远期付款是不止一个月啊 比如说是三个月 比如说是半年 对不对 哎 我们说是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用的是汇票 甚至一年啊 那么说说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说哎 我就可以少占用 第一我是可以缓解我的这种现金压力 第二 哎 我是可以这种叫做什么 呃 就是说这种减少营运资金的占用 因为我不用马上付钱 所以我这个钱还可以干别的用 对吧 所以说这个呢 对于买房也好 那么相对于他来说 我们是可以降低我的财务费用的 对吧 我如果是贷款的话 我们贷款是比较贵的啊 比如说这个贷款有多贵呢 我们说贷款是这样的 对吧 呃 半年以内是4.35啊 就是半年以内啊 如果超过半年到到五年 是就是这个呃 4.75了 那么超过五年以上啊 就是4.9 就相信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和千分之五 就差了十倍呢 对吧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汇票来讲 我使用个汇票 要比我去进行这个短期的贷款 要好得多 嗯 财务费用要减少很多啊 那么这是汇票 那本票呢 哎 本票是干嘛 就是其实就是出票人 对吧 哎 出票人本人对持票人的一种负款啊 那么刚才说本票也是有一样啊 本票有银行本票 个人本票 那么如果是个人本票 其实是一个很 咱说实话 就有点相对风险啊 除非这个人特别特别的有信誉 比如说比尔盖茨啊 我就是已经是首付 我有这么多钱 我他的本票 大家都能认 对吧 没问题 但大多数情况下 对于个人的这种信任还不够 所以说一般的本票 特别是在我国啊 只是使用银行本票 那么银行本票 其实有这样啊 还有即期本票和到期本票 或者远期本票啊 那么即期本票 就是鉴票付款 我不管你是谁 对吧 我拿了你这个 拿到这个票 我要求要求你支付 那你就马上付款 这是本票 本票是两个人啊 那么支票啊 我们在中国最常见的 最普通的就是支票了啊 支票呢 是一种非现金的支付工具啊 用于支持现金和转账 那么这个支票 其实是有一定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和这个 和这个汇票是不一样的 这个支票呢 一定是连 关联了一个户头 就是这个户头上有钱啊 或者是这个户头 当然那户头可能也会没钱啊 如果这个户头上没钱了 那么我们就说 开的是空通支票 但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户头是有钱的啊 那么他和汇票是不一样的啊 汇票我在给银行 签汇票的时候呢 这个汇票呢 哎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如果银行信任你 那么就直接到时候 比如说你是六三十分钱的 六十分给我 我五月份会要你 就是在在你这个汇票到期之前 你把钱给我打过来就可以 但是很多情况下 银行会要求你签汇票 哎 你做抵押或者干什么 而这个支票呢 是不一样 支票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信用卡 只不过它是关联到一个 一个一个这个账号上 那么账号上 哎 然后呢 你签好这个支票 其实这个支票的钱 就在这个账号上滑过去啊 那么是通过这种银行来转账的 那么在同一范围 同一城市啊 我们可以提供这种各种这种花销 你是买东西也好啊 包括劳屋啊 经常债务都可以 就说我们现在 怎么说呢 一般来说 就是以前是这样的 就是钱量少的话呢 我们是用这个什么现金来付 钱量再多点呢 其实我们有时候是转账 有些时候呢 我们说我们也 因为转账有时候不方便啊 你不 因为是这样 比如说我出去 一个采购员 我出去买东西吧 买一样设备比较挺贵 十几万块钱对吧 我不可能让这个采购员 直接当场付钱 那因为这不符合财务规定啊 采购员没有 就要拿这个钱 除非呢 拿十万现金走 这种情况下 也不太允许 我们法律 财务制度上是不允许的 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 我又不能让他直接转账 除非他是老板呢 直接就有这个 这个网上账号 但一般情况下 这也不允许啊 因为不经过财务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时候怎么办 哎 就是可以签署一张支票 这个支票 采购员拿着支票出去买东西 哎就可以把这钱付了 哎 对方接着这个支票 哎 他一看没问题 那就可以 把这个事办了啊 也不用拿现金 到时候这个钱就直接打过去 哎 这就是支票 那么汇票 本票和支票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哎 有这几点区别啊 第一个啊 性质不同啊 支票和汇票是委托政权 是委托别人来支付 而本票是自己来支付 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啊 然后呢 支票和汇票有三个当事人 我们说了 有出票人 输款人和收款人 而本票只有两个 只有出出票人和收款人 哎 这个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呢 哎 出票人的责任是不一样的 那么支票和支票和本票 出票人是有直接支付责任的 啊 但是汇票是不一样 他只有担保责任 就是银行汇票 银行是担保而已 但是银行不保证你 不保证给你支付 什么概念 如果你是收了一个商业汇票 对吧 那么商业汇票是个银行的 但是这个银行商业汇票 并不表示你一定可以收到钱 那银行只是担保而已 啊 如果到时候 这个企业没有把钱打到汇票上 或者没有给银行 其实你一样拿不到钱 那只是说 这个这个承诺稍微好的 因为有个担保人啊 到时候你可以干什么 呃 再再做相应的这种处理 第四就是有无负本啊 那么只有汇票是有负本的 而本票和支票都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知道啊 这个负本就是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那么其实还有一项啊 就是绝对记载项啊 其实本票支票和汇票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啊 汇票会多出一点啊 所以说这个呢 大家可以再去看看具体的区别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来看来一下这个支票支付的一个支付流程啊 比如说商户甲 在商户乙那买了一个商品啊 商户乙把商品发过来 那么这时候呢 商户甲是给了商户乙一个支票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支票支付是从商户乙 拿着支票到商户甲这里 要求商户甲的这个银行 所在的银行 来兑现这个支票开始 那么这时候商户商户商业银行甲呢 就会把相应的这个钱 划拨到商业银行乙 就是商户乙在他的商业银行开户 因为每个商户 他的开户可能不一样对吧 有的商户开户的是在工行 有的开的是建行 就是说每一个公司在成立的时候 都有一个基本账户 基本户啊 那基本户是你这个这个公司的 最基本的一个户 就是说你必须开一个 如果不开这个账户是不允许你成立的 所以说这个基本户开在哪个银行 每个人选的是不一样的 工能中间你都可以选 到这之后呢 这个商户乙 这时候呢 并没有完全完成这个支票流的处理 还需要中央银行啊 中央银行需要在两个银行之间 就商户甲的商户乙之间 他们俩做清算 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叫stattle 叫清算 他们俩清算好了之后 这笔钱之后才能从真正到达商户乙的银行账户 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支票支付的流程 我们说这就是这个支票流程 也是一样 低层啊 我们刚才上次讲 低层是面向客户的啊 就是说商户银行和商户之间的事 不管是商业银行账和商户账 还是商业银行乙 商户客户乙 这是他们低层之间 那么高层是面向往来银行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支付系统两个层次啊 下层和上层 这个是我们刚才说过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知道就可以 那么我们看和现金这种支付方式相比 票据支付的特点 有哪些 我们说第一个 减少了携带现金的风险啊 就你不用带现金了 你投个支票来说其实还是有问题 因为支票是需要背书的 当然第二个呢 避免轻点错误 对不对 哎 轻点错误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现金啊 特别是多的啊 比如说我有十万块钱现金 那你挨个点 可能会出现轻点错误 而且是费时的 虽然说这个钱多了 出起来挺高兴 但是还要花很多时间来点 对吧 第三个 突破时空局限增加交易机会 我们说现金带着很费劲啊 而且必须在相应的时间 相应的地点 同时完成交割 对吧 那我拿一张票据 一张纸 就很简单 对不对 而且我还有一个延期付款的功能 哎 他还使大额交易成为可能 就是说你开个这个票据对吧 不管是汇票 还是本票 还是支票 你开的十块八块 一千两千的 没有意义对吧 一般都是几万块钱的 这么一个汇票啊 这个就说大额交易成为可能 然后不再命名 需要签名 不管是汇票 本票 还是支票 都需要签名 对你不背书 不签名 其实这个支票是不好用的 啊 我们说给你签一张支票吧 我不签名 这个支票 拿张空白支票 没有意义 对吧 我不签名 他是不见 不会支付给你 所以说 这就是我现金支付方式 和票据支付方式的一个比较 当然票据方式其实比现金方式就已经先进了很多 提供了很多 现金所不能提供的功能 啊 那么这是他的现金支付的相比较 那么呢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在中国啊 曾经存在和存在过的这几类的消 这个支付系统啊 大概有这九类 同城清算所啊 然后呢 全国手工联行系统 电子联行系统 电子资金汇兑系统 银行卡支付系统 网上支付系统 邮政汇兑和 邮政储蓄和汇兑系统 第三方支付和中国国家现代化支付系统 下面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这九个系统都讲了些什么东西啊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哎 同城清算所 同城清算所呢 是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 哎 这个两千多家这个同城的票据清算所 Local Clear House啊 那么他主要是处理这种行内和跨行的这种支付交易 他主要付着同城啊 同城之间不同银行之间的这种票据交换 他要给他清算啊 就是说全部的同城跨行交易和大部分的同城行内支付 要通过他进行票据交换 就你支票也好 汇票也好 本票也好 那么这些东西的可能就要跨行 跨行的话呢 就我们说就需要一个清算 那么这时候呢 清算呢 我们得有一个人来清分这些票据吧 哎 这个东西呢 我们说就由同城清算所来完成 他在每天会把按接收行清分好的这个票据 提交给清算所 然后呢 来计算这个净结算 我们说这个银行和银行之间啊 他不能像人和人之间啊 每一笔账当赏就结 对吧 我传给你一百块钱 转账你当时结了 这个全就过去了 这个在银行之间不太可能 对吧 因为比如说 我这个工行和建行之间 他们在这一天之内啊 有一百万笔的钱 从工行转到建行 那么能有96笔的钱 从建行转到工行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每一笔都结算 啊 太好吃了 而且这个都很耗费这个这个很耗费我的这个系统资源 那么好处是这个处理方法是什么呢 哎 就是说我每天把这十万笔和这九 九万七一百万笔和这个九十六万笔 对吧 那么我们进行一个加转成加和汇总的概念 哎 也许最后算出来一个数 对吧 那么这十万笔哎 其实我大概 缩了一百万块钱 那么这这这九万笔转过来的哎 可能我花了大概是比如说是七十六万 那么这时候就有一个三十四万的钱 哎 那么我把这个最后的净结算金额换过去就可以 那这是我们说的清算所干的事 否则的话这个这个笔数就太多了 就会太乱了 然后到了九零年啊 我们说广州建成了我们第一个清分中心啊 广州是第一个啊 那么九八年八月 北京通诚清算所投入使用 成是北京清算所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清分中心之一 啊 这是同城清算所 然后就是全国手工联行系统 就是说在一前啊 我们我们国家这个解放以后啊 我们新中国成立 那么其实我们以前的银行还不是很先进 那么这时候呢 都有自己的手工的联行系统 办理异地支付的清算和结算 但是呢 随着我们的发展到了九六年底啊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工农中介已经全部啊 用他的电子汇兑系统取代了原型的 手工联行系统 但是呢 哎 我们的中央银行 依然还运行着全国联行 手工联行系统 有一些特殊的这种纸 纸质票据 还是要进行支持的 就是说哪怕只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在用这个跨行的纸质票据 我们依然要保留这个系统 否则的话 没法实现了 啊 那么整个这个 手工联行系统分成的是 县级省级和全国三级 是一个三级的联行系统啊 主要处理的就是啊 这就是评论的交换 资金结算和对账监督 把这些手工联行 然后呢 就是这个全全国的这种 电子联行系统啊 那中国人民银行运作 全国电子联行系统 主要是处理EV跨行之分 跨行的清算和结算 那么这是一个电子联行系统啊 刚才说是手工联行 现在是个电子联行系统啊 其实出现它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支票中 纸质票据转化成电子票据 电子票据之后 通过电子票据完成清算和结算 那么在1989年开始建设啊 那么91年正式投入运营啊 这个电子联行系统连接了 全国几千家的这个银行的 城市分行和现行入网 交易金额和数量都很大 是我国这个EV银行 化汇的主要渠道 这是中央银行的电子联行系统 然后就是电子资金汇兑一栋 那么呢 最开始是我们的四大国有银行 功能中建先建成了自己的全国汇兑系统 就是我可以在我自己的这四大银行之间进行电子汇兑了 就是我可以 哎你在建行对不对 你可以把一笔钱从北京来比如运到天津啊 汇到天津那以前并不可以啊 不是说我们现在好像带不带现金 大家觉得这个钱很正常 因为你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对不对 我还赶上了一点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当时发的钱 比如说我发到我的工行账户上 对吧 我只能在工行账户上用着 那么我如果回老家 我回老家想花钱怎么办 要么我把他钱都取出来 带现金走 要不我就没 我就得哎 把这个钱转到大连的某个账户上 然后到大连去提 那就很麻烦 当时是没有跨行转账了 所以说就很很麻烦 而且你要是异地转账 也要收手续费 收手续费啊 大家想到吗 比如说我把这个钱 从北京转到大连的账户上 是要收手续费的 很麻烦 所以当时每年回家 都要干一件事 因为当时有一个 就是我们后来 下面会讲的 邮政储蓄和汇兑系统 那么我都会把钱 存到一个邮政的卡上去 邮政卡上去之后 拿这个邮政卡回大连 因为当时邮政卡 它是跨行跨地域 是不收钱的 所以说当时就给他邮政这个储蓄 我就带了邮政卡 然后把钱存到邮政卡 回家再取出来 再加花 当时基本上整个花现金 没有什么信用卡 也没有什么 什么微信支付宝 没法弄 只是后来我们说 我们讲过对吧 2005年 这个推出了支付宝之后 我们说才有了什么天下无贼 就说你不需要再带现金回家了 很方便 现在的人都没有太多经历过这个 对吧 其实这个邮行信用是很重要的 那么对于这种 这个处理他们这个电子基金汇兑系统之后 其实大大加快了这种支付指令的处理速度 这个是这个电子基金汇兑系统 然后就是银行卡系统 银行卡在中国其实一早也是个很先进的东西 当然它后来现在依然存在着 并且慢慢的 它其实被我们说微信支付宝给替代了很多了 但是刷卡依然是一种很好的行为 或者是很多人觉得刷卡还是很高级 那么最早呢 在93年起我们的金卡工程才开始进行跨航的银行卡交换 那到了97年才全部开通运行 而且很多城市还并没有完全的全部都给连接到 那么我们这个全国的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也是98年才投入运营的 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你在大连或者你在深圳 你在深圳办了一个银行卡对吧 你办了个银行卡 然后呢你想到北京来刷卡 当时是不可以的 那么你想刷怎么办 需要在北京这个刷卡这个地儿 打电话来给信用卡中心 信用卡中心我们说接到这个电话之后确认没有问题 你才能刷卡 所以说很麻烦 那当然98年之后 那个银行卡信用交换中心出现之后 我们就可以跨市刷卡了 当然我们说到了04年啊 我们的这个银行卡 接着中国移民大额银行支付 就是我们后来说说CNAPS 实现了这种跨行支付的实时行转 其实以前是没有办法实时行转 现在是可以了 而且我们现在的中国的这个银链卡 基本上可以满世界都刷了 最早是不可以的 你拿张中国的银链卡 你出国刷 对不起 刷不了 对吧 那么你必须得办一个什么Visa 或者Maskar的这种跨国的这种卡 才能去刷 所以当时最早最早啊 这个事情只有在什么中国银行才出现这种 外币卡 可以在国外刷 这个后话啊 然后网上支付系统 网上支付系统来 其实在90年代后期慢慢兴起的 我们随着Internet的发展 对吧 电子商务的兴起 那么我们需要银行来提供这种网上支付和网上这种银行的服务 对吧 你不能老说我们电子商务有三大流 对吧 现金流 资金流和物流 你不能说我的现金流 没有办法实现 在网上不能实现 我必须在网上能实现现金流 对吧 就是资金流的变换 然后星期流是没有问题 那么物流 是另外一个概念 对吧 因为毕竟是要到食物的交换 我没有办法再网上实现 对吧 什么时候当我们人 人类啊 可以实现这种物质的超远距离传输 我们说这种 我们的人 把一个鼠标 对吧 一个鼠标我要传到 美国去 那么传到美国去的时候 放在这里 自动分解 然后在美国那边自动冲击 这是一个正在研究的技术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 但是只要这个技术实现不了 我们在网上只能实现资金流和现金流 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这种同步 没有办法实现物流的同步 所以说呢 我们说这个网上 我们的电子商务需要这个网上支付 那么所以说呢 最早建立的网上支付 其实招商银行的网上支付系统 包括网上支付的信用卡 后来我们说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等等 共同中建都建立了自己的网上银行系统 现在我们还有纯粹的网上 网上银行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然后呢 第七个就是邮政储蓄和汇兑系统 这个我刚才说了 对不对 邮政系统建立了自己的汇兑系统 他提供这种汇兑服务 特别是在早期 那个时候呢 邮局他是很干什么的 我们经常都使用邮局来进行汇款 那么包括现在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 这个收到过汇款 因为现在基本上好多人不汇款了 但是呢 其实还有一些人保留着汇款的这种 这种爱好 或者是这种行为 比如说我爸爸 就在就在前一段时间 我这边给我发了一个汇款 就是这个汇款单 对吧 那么这个汇款单 其实就老人愿意用 因为他不会用 威信 也不会用支付宝 也不会用网上银行 怎么办 他所能信任的就是 我到邮局 到邮局汇款 那么你就打 会收到这么一个取款单 你到这个取款单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钱到邮局取出来了 那么这就是汇兑系统 那么汇兑系统就分成 国内的汇兑和国际的邮政汇兑 国际汇兑我们在后面会讲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统 然后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就是我们常熟悉的 微信啊支付宝啊 百度钱包什么 拉卡拉 PayPal等等 说白了就是说 一些第三方公司 它本身不是银行 那么他为了和他和一些银行合作 来给我们提供一种支付的手段 可能每个地方提供的这种支持不一样的 比如微信账户宝 他是二维码 对不对 等拉卡拉 他是一种那种线下的刷卡等等 他每个人支付的东西不一样 总之 这种第三方支付 是在银行 在我们持卡人和银行之间 他建立了一个第三方支付 通过他做中转 会让我们的什么 会让我们的这种支付更便利 这就是第三方支付系统 这就是第三方 最后一个 就是中国国家现代化支付系统 他叫做CNAPS 那么CNAPS 他是一个在国家级的金融通信网 CNFN上运行的中国国家级的支付系统 他集金融支付支付清算 金融管理和货币政策一体 这个我们后来会讲 在我们后面的几章 我们会讲一下 那么他的试点工程是97年6月的启动 那么目前已经完成的是 第二代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 其实我们现在好多大的系统 都已经并进去了 包括什么网上银行系统 包括我们的这个信用卡 大额支付 小额支付 其实我们都已经并入到 我们国家现代化支付系统当中来了 所以基本上现在 中国国家现代化支付系统 包括了很多内容 管理了我们整个的 这个国家的支付体系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 这些讲的内容 我们这些课讲了一下 电子支付的概述 首先我们讲了一下 支付的流程 支付和支付系统 那么支付和支付系统 我们这个说有四大发展阶段 对吧 原始社会 一物一物一物 然后到了货币 一般等价物 然后信用支付到现在 我们说这种 这种现在这种支付 然后呢支付流程 有两层啊 低层是银行面向客户的 高层是面向往来银行 和中央银行之间的 然后传统的支付工具呢 我们讲了现金支付和票据支付啊 现金支付有好处啊 有好处 密明性 分散灵活 有计时 那么缺点就是 受时空限制 然后呢 无法核实身份 那么票据支付呢 我们说有汇票 本票和支票 对吧 那么汇票呢 又分成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 那么银行商业汇票 又分成银行成队和商业 和商业成队 对吧 那本票啊 也银行本票和什么 哎 那个个人本票 一般本票 那么又分分G期和远期的啊 那么支票啊 我们说 那么三者这些区别呢 哎 性质不一样 当事人不一样 出票人的责任不一样 还有无副本 大家可以看啊 那么票据支付的特点 减少了携带现金的问题啊 避免清点错误啊 突破了时空限制 以及大额交易成为可能 不用再 不能再命名 需要签名 那么我们国家曾经存在过的 九类支付系统 包括了 同城清算所啊 全国手工联行系统 电子联行系统 电子资金汇兑系统 然后银行卡系统 网上支付 邮政储蓄和汇兑系统 第三方支付 以最后最后 现在最关键的 中国国家化 国家现代化支付系统 哎 这就是我们电子支付的一个概述 通过它 我们大概知道 哎 支付系统是什么东西 怎么发展过来的 那么传统的工具都有哪些支付的 现金啊 还是票据 然后呢 它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 以及我们曾经存在过的 九类交付系统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一节呢 就讲到这里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